11月10日,中国首家即点餐、配菜、烹饪、传菜、结账、全智能的蔚来餐厅在天津正式开业。 当天,记者来到店中,现场体验蔚来餐厅全智能化用餐的神奇之处。 落座后,只需拿出手机扫描桌边二维码即可点餐。 点餐后,烹饪任务随即被安排给后台四位机器人大厨。 这个机器人上面有着固定的料盒,我们需要的料会由工作人员提前配好。 那么在真正炒饰的过程当中,每一个锅与料盒之间会有反复的互动。 那么由炒锅附的它的烹炒,然后我们有过油过水的两个锅来附的菜品过油过水。 每一道菜品其实都是我们和餐饮大师们经过反复的调制,来保证这个菜品的出品质量是最稳定的,而且是最标准的。 据介绍,餐厅后厨一名工作人员就可以同时管理四台机器人,大大节约了人力资源,兼具美味和效率。 烹饪完成后的传菜工作同样由机器人完成。 这个送单机器人呢 就是可以有着自主的路径规划 自主的定位 自主避障的这样一个功能 同时他可以把菜品送到 每一个餐桌所在的桌边 同时在整个行驶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根据可能的障碍物 把周围的情况做出很及时的反应 现场不少手劈前来体验的顾客 对全流程的机器人智能服务 印象深刻 送下机器人首先的话 它真的非常的快 相比于我们人工来说的话 送过来的时间它特别短 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你跟机器是有互动的 就是不仅好吃 而且特别好玩 真的色香味俱全 特别神奇 这样机器人能炒出这样的菜来 近年来 基于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产业 不断涌现 无人机 无人车 无人超市 纷纷进入人们的生活 据悉 第二家蔚来餐厅将融入 诸如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新技术 计划将在北京落地运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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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兰